第五题 0.5mΩ的二氧化碳CO2分子中 问我们四个叙述谁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CO2呢就是分子 那这边已经说了 所以0.5mΩ的CO2 那就是有0.5mΩ的分子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那么我们看到CO2呢 里面有一个碳两个氧 也就是一个分子中有三个原子 所以原子数呢是我们的分子数的三倍 我们有0.5mΩ的分子 那三倍呢就应该是有1.5mΩ的原子数 所以C说总数是1.5mΩ呢是错的 看到CO2里面呢 一个CO2里面有两个氧 两个氧 所以呢氧了原子数的是我们CO2分子数的两倍 所以现在有0.5mΩ的CO2 那两倍呢应该是有1mΩ的氧 那这边写个0.5mΩ的氧原子呢 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看到CO2里面呢 是一个CO2有一个碳 所以呢我们的碳的原子数呢 是跟我们CO2分子数是一样的 是相同的 也是一样是0.5mΩ 所以我们选项B呢 说有0.5mΩ的碳原子 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 0.5mΩ的氧化氧分子中会如何 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B 含有0.5mΩ的碳原子